黃志文就炒了 去哪個去向 這兩天就有消息傳出來 中聯辦的主任黃志文就調去北京黨史研究室 什麼文獻研究院的副院長 有些人跟他說這個位置跟中聯辦的主任一樣 是同級的 雖然他的待遇是不便 沒有燉到冬菇 只不過是平調 這些跟他解話 遮掩 粉飾 這些人我覺得真是白癡 由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派下來的港澳公委總書記 港澳公委書記 第一把手 國際金融中心的第一把手 調去在固子堆裡研究中國黨史 雖然待遇不便 可能住的房間 赤數差不多 薪水差不多 津貼差不多 大佬 在這裡戚冊風雲什麼都說 有幾份左報做他的喉舌 有整班人蓄擁著他 這麼多建制派擦他的鞋 去到那裡的清水衙門 對著歷史的文獻做黨史 完全是沒有游泳的地方 你說叫做平調待遇不便 對他在香港工作上有任何問題 不是主罰他 不是鄧冬菇 真是白癡都不相信 說這些說話的人 當香港人完全沒有讀過書 全都是文盲 肯定是鄧冬菇 我說過為何要鄧冬菇 有軟因勁引導火線 有三宗罪 來到這位新任的中聯辦主任 已經65歲了 叫做駱惠寧 今天終於可以出來見記者 其實他已經上班幾天了 應該出來見記者 是中聯辦的外面 他的說法是大風 知道你在這裡見一見你們 不過不可以回應記者的問題 因為有公務在身 他的下屬預先跟他們說了 他說過什麼呢 其實他說話很短 第一 他對香港並不陌生 這次來到中聯辦任職 是新的使命和挑戰 他會帶著對香港的真誠和真情做好工作 近半年來香港的形勢令人抽心 大家都熱切期盼香港能夠重回正軌 他說香港是東方的明珠 國際化的大都會 香港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做出重要貢獻 祖國是香港的強大的後盾 近半年來香港的形勢令人抽心 重回正軌 他說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池指出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 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 真誠希望香港和香港同胞好 對香港來說 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 國家是繼續帶領中聯辦的全體同事 忠實地去履行職責 相信在特首的林鄭月娥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定是會確保憲法 基本法在香港貫置實施 一定能夠保障一國兩制的行穩志遠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他對錢是充滿信心的 郵差記者鞋 有些記者在門口等 等很大風 請傳媒朋友去大廳見面 從記者身上感到勤奮和經驗 希望香港媒體支持中聯辦的工作 並安排時間和媒體搶一步交流 今早未到九點 已經有幾十個記者等阿諾易寧上班 諾惠寧上班 在門口有軍裝警員 防暴警察 蒙面 在那裡守住 然後到九點多 記者經過安檢後 才能夠進入中聯辦 跟大家見面 不會回答問題 由九點半開始 差不多到十點半 這位駱主任才出來見記者 好了 這就是香港記者第一次見到駱主任 這位駱惠寧主任 對他的印象如何 我在電視看他 我的印象就是一個官 是一個黨官 說話四平八穩 你說他是不是很有霸氣 也不是很有霸氣 第一次見記者 算是有些入鄉隨著 因為在大陸來說 地方第一把手 就是所有人 所有百姓 所有行業 包括媒體的老闆 老闆見下屬就不用客氣 這次 某程度上都有點客氣 但是那個官的公價是十足 我不知道他來到香港 會不會水土不服 因為他所謂的政治的歷練 包括在安徽 包括在青海 包括在山西 這些全部都是內陸城市 雖然在山西 經歷過官場大腐敗 官員差不多要落馬 落馬到不夠人用 他需要在危機中 如何力挽狂難 應付內陸大省的危機 但他從來未涉足到沿海的城市 黃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姜恩處 中聯辦主任 即回歸之後 第一個中聯辦主任 說香港是一部難讀的書 或者是一部難明的書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複雜 政治形勢很複雜 經濟形勢也很複雜 在全中國 只有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唯一可以做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你就這樣說 好像有些親大陸的所謂的學者說 在澳門搞金融中心 華爾街也是一條街 澳門街也是一條街 華爾街搞到國際金融中心 為什麼澳門街搞不到國際金融中心 我不知道在中央大員 是否真的這樣想 我相信未必一定會這樣想 不是將問題簡化到 一條街都可以搞到金融中心 如果一條街都可以搞到金融中心 上海搞不到 深圳又搞不到 只是搞到股票交易所出來 而不是金融中心 所以由內地的內陸省市的第一把手 來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是否等於搞得好 應付內陸省市的危機 第一把手是否來到香港 可以應付這一場危機 當然這就是我最大的疑問 今天我想說一下 坊間對於這位駱惠寧 即是黃志民被炒駱惠寧上任 充滿了很多的 我怎麼說呢 幻想也好 或者是期盼也好 有些說 炒了黃志民就等於政策會大改 這個北京就對香港的問題 會撥亂反正 林鄭及其班子換人的時間 將會很快就來臨了 黑警就很快會被秋後算帳 會被追究 然後中環的契仔 細環的契仔契女就對不起 一定是狡兔死走狗班 即是這樣的說法 大家都好像 要請小鳳姐出來 要彈琴要唱 我經常都喜歡潑冷水 喜歡在這個問題上 講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些見解 我覺得大不以為然 對於這些樂觀的情緒 第一 林鄭是否這麼容易 或者及其班子這麼容易被換 即是黃志民被換 大家都有很意外的看法 因為在中國大陸來說 不會在危機 這個仍然未解除 急劇惡化 民意一直去 吹逼你 一定是要 將一些官員問責的時候 突然之間真的 認民意的要求 做出這個 落台問責的一些措施 因為呢 它不是視為 從善如流 是視為向民意低頭 會覺得 你第一步向你低頭 第二步第三步 你可能會繼續要求 那就很不得了 於是一般都會等很久的時間 局勢平靜下來才慢慢換人 換一個黃志民已經殊不簡單 當然這個可能是 習近平很生氣 找你來 搞到當攤 換一個書記 換一個地方的第一把手 同時換第二把手 就是換個市長 在大陸來說 是很少見的 所以如果換第一把手 等於被人解讀 向民意低頭 換第二把手 就再低頭 在老共的性格來說 對不起 很少會做這些事情 於是我的判斷就是 林鄭雖然下台 似乎是必然的 即是不得善終 但是時辰是未到的 一路的說法就是 那是蘇州市你先搞定它 你先搞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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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這個 駱惠寧主任 來香港 有人說它是 會用一個 柔軟的身段 去推行強硬的路線 看來要落實習近平的四中全會對香港問題的精神 如何全面管治 包括這23條立法 他一定要找一個身上骯髒的 手上沾滿人民的鮮血的人 去做一些dirty work 做這個dirty work才好走 所以駱惠寧如果真的受命要推行23條立法 林鄭是個不宜人選來的 他一定要做這個髒髒的工作才讓他下台 所以林鄭在短期下台的機會不大 這件事大家千萬不要高興得過 這是第一個研判 好了 警察 黑警會不會被秋後算帳呢 政治的事情很難說 黑警被秋後算帳的意思是看你的意義是什麼 由頭到尾全面要重組 整個警察要改變 炒了鄧炳強 我相信未必會 因為在老共心目中 他仍然是依靠槍幹子來維持這個政權 這是不變的 今天的 這個 這個 警察 其實是對於 特區政府來說 他認為可以維持他的政權 這個想法是不變的 這個思路是不變的 這條路線 這條方針政策 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但是如果他要 他要 真的令到香港市民 調氣順一點 起碼在一些很明顯的問題上 他需要 表示態度 做錯了 是不是要追究呢 所以說 整體的警察要秋後算帳 警察需要 全面問責 好像現在這樣說 或者是 重整警隊 或者改組警隊 不要說先解散警隊 黑黑容緩 我相信在短期內 是不會發生的 不過 有些很明顯的事件 例如 721 元朗白衣人毛 差別襲擊市民 警察 是不是應該要負責任呢 警察 當時的元朗的警區指揮官 是不是需要走出來解釋 發生什麼事呢 整個警隊 是否需要為這個指揮不當 甚至是刻意製造無警時分 而被揭露了 還是把這個責任 推給這個警區的負責人 誰負責 這個是 心知肚明 大家知道 有紀錄 即將清清楚楚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其實無論是一般的市民 也包括警察在內 也很多 出了聲 很多人 整個對這次事件 本來可能是淺藍 甚至是淺藍 對於整個運動的轉折 就是在721這件事上 他們覺得實在太離譜了 這樣做法 是令到 香港市民人人自危 沒有了免於恐懼的自由 包括在警隊裡面 有些警察都覺得很離譜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不會做少少事情 找部份的警察出來 追究責任 以事負責 這是我純粹的推測 即是說 如果這個駱惠寧 是會 伸斷柔軟推行強硬政策的話 他一定要 用港大人說 一定要一口砂糖一口市 給你一點砂糖 追究某極小部份的警察的責任 然後繼續給你一些事 繼續推行23部立法 這是一種 心理戰的策略 會不會這樣做呢 我強調 這是純粹我的推測 正路 正路都應該這樣做 實際是怎樣 你知道 今年的政治很多都不會是正路 第三件事 就是說西環的契仔契女 怎樣呢 我自己覺得 這全都是人脈 人脈的關係 所謂契仔契女 在建制派裏面 依靠西環 去得到這個席位 在立法會裏面 不少建制派成員 依靠聽話 於是他就撥一些資源給你 確保你當選 這是公開的秘密 好了 人走就查量 如果中聯辦主任離開了這個崗位 你是否還有得到優惠呢 這是我第一個疑問 而黃志民的離開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失策的地方 或者是那個罪狀呢 就是 區議會選舉 大崩盤 有很多 是落馬 本來想著自己信心滿滿 有機會連任的 契仔契女都落了馬 這是 需要問責的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個新的主任上來 他也可以找過自己的契仔契女 或者是契弟契妹都可以 是不是 他不一定要用原有的班子 於是我的研判就是 原底西環的契仔契女 可能都沒有運行 是有機會換過另一批 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這班人沒有運行 例如有些實在被人得太差劣 甚至是成為了 整個 今次的 這個 反送中運動的一個助言 因為被人得太肉酸 刺著有西環去 在後面撐腰 就肆無忌憚 和白衣人握手 那樣那樣 說了一些 全香港人都會嘩然的說話 在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 新官上任 西環自然會放棄一些 完全是沒有 正面生產力的人 為什麼不密識那些 樣子又好一點的 是吧 試正一點的 不會得罪這麼多人的 一些建制派呢 去找過自己的契仔契女 又有何不可呢 對於西環來說 放棄以前那班 沒有問題 那這班人真的是 避免 一點都 一點都不值得可憐 所以我說 衛寧來到 他的身段可能會柔軟一點 態度可能不會像王志民那樣 左口左面 可能會某程度上 多些和各界接觸 但是不等於 他對香港的 強硬的路線 是會暫緩的 但是他推行強硬路線的技巧 可能會比 這個王志民 會更加高超 更加容易入屋 更加被人接受 這個呢 其實某程度上 是唐醫毒藥 就是說 如果他餵毒藥給你吃 但是那些毒藥是很好吃的 但是你吃了下去 跟那些苦的毒藥 效果一樣 就是什麼呢 七孔流血 毒發身亡 那你寧願選哪一種呢 你寧願選唐醫的毒藥 還是很苦的毒藥 兩樣都是毒藥 兩樣都吃了馬上會死 那你自己想 或者某一種毒藥 吃了之後 一開始的時候很開心 但是沒多久才會死 你死得很開心 那你選哪一種呢 毒藥就一定要吃了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高興得太早 林鄭未必 好像我們想像之中 很快就會再見 黑警也未必我們 這個預期裡面 這麼快會被秋後算獎 西環的乾兒子乾女兒 王志民的乾兒子乾女兒 縱使會失寵 會變成condom 但不等於西環不會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尤其是選舉方面的運作 可能會干預得變本加厲也不定 所以我對於這位 新官上任的一些分析 可能和坊間有某些想法 會有些不同 都不頂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如果你想寫畫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不要再寄數碼說 我已經改了地址 9為馬鞍山郵局郵箱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